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陶哥 你谈到的 这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 20岁左右的年轻人 陶哥 你谈到灵魂和人性让我非常触动 我看到你节目时间不长 但是当一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我过去上学的时间白活了 完全是对自己的侮辱 对自己生命的珍贵的侮辱 那我怎么去寻找我的灵魂的归属 其实我无意中看到一句话 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修行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的修行的文化 就是透过肉身的自己 能够认知自己真正生命另外一部分 无形那部分的它的珍贵 它的价值 它的来处 它的去处 它回家的概念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这一年的神韵演出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一年的神韵演出当中 确实我个人在我所在的地区 我遇到了很多中国人去看 现场看演出 我自己在那做义工 而那些来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今年的最大的特点 你知道中国人如果有钱或者自己认为自己有身份的时候 它的穿戴是有自己的讲究 而穿戴的讲究跟它的在中共党文化影响下的举止行为 是能一眼认出的 而这一批人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 也就是成功者 好 他来看演出 他不说话 他有自己的行为 但是有关人的灵魂的概念 人的这种修为的概念 有一个朋友讲说 陶哥你说的非常对 人坏了全满了 而最邪恶的就是中共的体制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极端暴力魔鬼的方式 他说在他看来需要两代人才能恢复 才能恢复自己对自己灵魂的认知 而在我看来不用 我就跟大家介绍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你去看神韵 踩着我后背看神韵 你看完神韵也不用再看我节目 我个人就认为他具有这么大的力量 而这种相生相克的世界 也就是说 有佛必有魔 在人间显现 那佛的善的慈悲的力量 他展现出是生命的境界 那魔鬼的力量展现出钱财权力 占有与淫荡 在韩国 在首尔 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神韵网站登出了一个声明 文章题目这么说 受中共使领馆的威胁 韩国KBS剧场取消了神韵演出 KBS剧场是在韩国首尔的最大的剧场 跟这个神韵演出的艺术团签有正式的合同 5月4号韩国法院判决首尔KBS剧场取消神韵演出租用合同成立 这是继4月19号 该法院判决KBS剧场不能取消神韵演出的租用合同之后 自己推翻了自己先前的判决 判决书中 法官列出了唯一改变自己先前判决的原因是 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在制造神韵租用KBS剧场之后 分别在2016年1月22号和2016年4月29号 给KBS剧场发了两份公文 中共驻首尔的领事馆 以外交的概念发出公文 也就变成了今天中共的政权 以这样的方式干涉韩国内政 没错吧 民间的文化演出 正常的商业合同 正常的商业行为 它结果是以国家的概念 以政体的概念 直接压迫一个商业公司 公文中重复了中共当局多年来 一直惯用的对法轮功和神韵的污蔑造谣之词 以影响中韩两国关系 以及KBS损失其影视产品 在中国的巨大市场利益为由 强迫KBS取消神韵演出的合同 什么叫邪恶 什么叫威逼 对不对 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 如果讲韩国的KBS 是一个良家妇女的话 今天 作为中共的本身的 就是一个魔鬼的话 非要要他的身子 你不给 小样嘛 我砸你们家 叫强拆 我抓你的哥哥 砍你的哥哥 这叫连坐 概念是非常一样 这就是一份邪恶了 而这里面所真正触动到的 涉及到的国际法 对不对 涉及到对人的尊重 涉及到韩国的本身的一个 一个自身的尊严 同时还涉及到真正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 就是今天斩妖除魔的利器 而中共本身的魔鬼的概念 就在这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中共本身的体制 他为什么惧怕一场歌舞演出 我问大家为什么 歌舞的演出是文化 是对人的灵魂的尊重 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和重新的认识 而党性有共产党 绝对不能接受人 人在共产党的框架之下 绝对不能被当成人 一个拥有灵魂和自尊的人来对待 整个概念就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中共的体制真正的惧怕的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 马恩列斯毛 在十一的时候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然后他打出的口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国人 具有五千年文化 用马克思 恩克思 列宁和土包的毛 强奸十几亿中国人 五千年文化 跟你马克思有哪根毛关系 跟一个得了没毒死了的列宁 有哪个毛关系 他是图瓢 没毛 跟杀人无数的 这个斯大林有什么关系 但为什么两个东西能放在一起 又被今天的中国人所接受 这就是魔鬼的力量 很简单的道理 但这就是魔鬼的力量 在过去几年里 中共在全球范围内 动用了其住在海外的领事馆 直接联系各地剧场和当地政府 妄图取消神韵演出的租用合同 大家都以失败告终 那所有人们也认识到 他本身的丑陋的行为 而更可笑的是 在过去 中共自己从来不敢承认 是自己在背后威胁利诱各地政府和剧场 来干扰迫害神韵演出 而是大肆宣扬神韵不受欢迎而被取消 但这一次 中共领馆的两次公文 被外国法院在判决书中 直接作为依据而公布于众 把中共在背后做的丑事 以及法庭文件的形式 永远记录在啊 包括以黑社会的手段 威胁KBS在中国的正常的商业利益 文章讲 同时我们对KBS剧场 以及韩国法院做出的决定 表示遗憾 尽管是被逼迫所为 但却是上演了一场 由中共来肆意干涉 践踏韩国内部事务 包括公司运作 法院判决等丧失民族自尊和道义的行为 实为助纣为虐 不知广大的韩国民众知晓 内幕之后 要做如何感想 作为一个对比 这是在今天中国出现的事情 英国卫报讲 中国军队推出了杀的视频 来吸引年轻一代 网络上流行了 八一电视制作的全新视频 里面有航空母舰 火箭发射器 坦克 战斗 战斗机 那背景是鼓动人心的说唱摇滚 招之既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杀 这是一种宣传片了 这种宣传片是为了招募新的军人 用杀来招募新的军人 而在丛林文化中 在这种人是猴变的胜着王后败者寇中 每一个人的内心中 都被中共的党文化激发出一种杀戮的概念 孝贫不孝昌 那嫉妒富有者 嫉妒当权者 当一旦拥有权力的时候 一定是以杀戮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恨 杀 这就是魔鬼的品质 但是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你觉得很有力量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对待老百姓 就像我们当初在民间说法 吃的姐 喝的姐 玩的姐 出了事耍的姐 甩的姐 这就是一个傻大姐 喊杀的人 你一定被他杀了 这是魔鬼的文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